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途中会经过七个回环 通过一百二十一度的最大垂直下落拐角 将过山车推上高潮 因此成为了世界上最陡的过山车 而载出了基尼斯世界记录 每一次开动的时候 一共六部车 封一两排八个人 运用独特的火力驱动单个车身 这个建筑共耗资三千七百万美元 乘客要从黑暗中出发 然后通过一阵强烈的推动 被锁乘坐车厢 拉着爬升到整个过山车旅程的最高点 距离地面呈90度的43米的高度 在稍稍几秒钟的停顿之后 过山车就会以4G的加速度 从121度的下落角度冲下高塔 这个数据就接近战斗机飞行员的体验 这样的刺激感受 从过山车上下来 如果没有土的都是好样的 其实高飞车的设计 是反应借鉴了日本传统棋类游戏 降棋的玩耍因素 而飞车作为日本降棋中的一颗棋子 也就是为了突出游戏的风格 过山车的车体特地地换成了短车 而不是一般游乐场里面的长车 同时用水墨化的装饰来装点站台 这样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得到了结合 据说过山车轨道的整体走向 象征着棋子在棋局中的命运 这样刺激而富有日本文化的过山车 小伙伴们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